这里开播堂的新闻栏目 今天是24年3月22号的晚间 我们讲第二个 第二个还是一个重大的科学技术的发明 也是一种突破性的 这是前两天 其实我们预计得到 黄炼勋不断的发布他们这个新的 这个超级计算功能的硬盘 超级计算功能的硬盘 不断的发布 那么你就知道了 那么这个科学技术后面是指数式的 飞跃式的增长 那么这里面对我们一个重大的节点 我们听一下这个 人工智能带来了什么样的科技的革命 听一下 真是没想到 人类最牛的科学家们 也正在着手人工智能的巨大的冲击 我们来看几个案例和数据 帮助大家加深对人工智能的了解 请一定要看到最后 第一 谷歌迪特曼的最近再次取得巨大突破 它的Alpha92米区数学AI模型登上了Nature杂志 在数学推理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这意味着它可以用来做数学方面的科学研究 从而代替部分数学家的工作 同时最重要的是 这样的思路也可以推广到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等等 未来几年 AI将迎来自数级的爆发 比如说普通人要被AI碰压 然后每一省这样的数学天才都会被AI碰压 第二 AI介绍能力小尔德Alpha Gold的弟弟 叫AlphaFold 是生物领域的超级AI型 AlphaFold主要是通过大数学和人工智能技术来预测蛋白质结构 而不是像人类一样一个一个的去做实验 到目前为止 人类通过实验解除的蛋白质三枚结构是19万个 而AlphaFold依靠强大的算法和算力 解除了人类所有的蛋白质结构 一共是有两亿个 谷歌把AlphaFold解开的所有蛋白质结构都开源 放网上 著名科学家是一共这样的评价 它是人工智能对科学领域最大的一次贡献 而一项以严苛组成的Nature杂志 甚至直接给出了 它将改变一切 这样的非常高的评价 第三 全球最强的被爱模型Klyle 3 正在颠覆物理和化学的科研工作 根据国外真实的案例 顶级化学家要花一年时间 通过各种实验才能完成的研究 Klyle 3只能用了两个小时就给出了这一方 而且比原方案更加简便易操作 最关键的是 被爱给出了这个方案的成本 只需要5美分 还有一个物理学博士 只通过两个提示词 就让Klyle 3直接预测出了 它即将要发表的量子算法 而且Klyle 3给出的答案 和作者论文的相似度已经非常高了 说明AI已经能够做出最前沿的科学研究了 很多网友的进入过 科研不存在 科学家要试验了 国际顶级的咨询公司 9分7预测 由于人工智能的进步 至少会导致全球8亿人失业 人数相当于现在 全球劳动力的分之一 高胜者预测 中国将成为全球失业 影响最严重的疫情之一 所以无论是科学家还是普通人 未来一定会受到 AI的巨大冲击 现在你就需要未雨绸缪 现在你就必须思考 AI带来的巨变会不会影响到你 AI带来的新的机会又会是什么呢 好了 欢迎评论区交流 好 这里面简短了几分钟 非常震撼 讲到了一期 讲了三个新的一个算法 一个是Deep Mind Deep Mind我们要翻译成英文 就是深度思考 深度思考 那么它在数学应用上面 系统性的分析能力就会增强 它的一个算法太厉害 第二个是Alpha Ford Alpha Ford Alpha Ford是在医学角度上面 医学角度上面 这个之前我记得是 中共这个北大的和那个 还有前几年这个深圳的 深圳的这种搞基因 这个生物工程的 有了中国人把它挖回来 绝对不得了 它在里面搞了好多分子 什么东西的 北大我忘了 那个女士叫什么名字 那么等于投靠 中共又在深圳 要成立一家公司之类的 它还是靠能力 在那个计算 能加油这个Alpha Ford 的瞬间 就把你搞出来 结构 结构几一个蛋白质 几两亿多个蛋白质 你要是靠人的话 猴年马月 多少个专家 一个一个去结构 那就时间要非常非常长 这虽然它们是在一个生物医学 其实把这东西改一改用在任何行业里面都可以 所有行业背后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个算法 就是动脑子里面的一个反应速度快慢问题 你的水平高就是你带里面的逻辑性非常强 穿透力非常厉害 那么然后基本的原材料非常丰富 把那些原材料分散了 瞬间你把它装起来 变成了逻辑系统就起来 那你就达到了这样的一个目的 第三个叫Cloud3 Cloud3在里面讲的很清楚 它只要用两小时 就是有科学家的一年的工作量 把这个计算的一些模型通讯先出来 而且成本只要五美分 这就相当于现在的战场 以色列开发了一个叫做铁琼什么 叫铁树铁树 激光铁树 铁树激光往上面一打三美分 三美分 成本只有三美分 三美分就打下你一个无人机 你想想看这个效率有多高 成成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未来后尤其Cloud3 就讲到了后来这个 在数学 一个建模也好 一个思考 一个话题也好 要不然你把话题放进去 就跟前一段时间大家看到的这个 是谷歌还搞的那个 你把一句诗 网件一放 后面的屏幕 境况全部出来 其实一样 那只是在什么 那是在 在这个影视界 或者现实界 服务员的状态 那个行业里面 这是在计算行业里面 它后面稍微转换一下 转换一下 它就能够用到这个行业 也就是说 这个AI技术上来以后 能工智能 它是平均的 是一样的 基础基础模块 跟我们人一样的 然后你只是我把你训练成绘画 把你训练成 那个前工 把你训练成 这个医生 他在不同的专业 不同的行业里面 把那个不同专业行业里面的 规律性的 那个定律啊 什么东西都放进去 那放进去 一点点 它立马后面就 马上就运算就出来了 所以后面 它是这样的 一系列的大数据 大数据 未来会不会有全能的呢 会有 你只要把这些 不同行业里面的 大量的数据 全部给输到一块 放到一个中心里面 你让他做数学家 他马上是数学家 你让他是医生 他马上是医生 你让他是这个 这个艺术家 他马上是艺术家 为什么 后面的原理都是一样 他主要是 他那个运算速度 和吸纳速度 所以未来这么一来 人还需要学习吗 一般的你就学习不过他了 因为过去积累的 太丰富了 这个我们 20年前讲到的 未来科学技术发展 早期是加法 中间是成法 后面是指数式 早期加法 就是说大家 对这个 非眼见为实的 你眼见为实 你先逮集起来 也不得了 非眼见为实 背后的一些 一点点一点点 没索没索 没索完以后 中间成法 约没索他 然后你再加上逻辑 他就开发起来 越来越快 就发明越来越快 然后呢 把这种东西汇集起来 汇集起来一组装 就是个指数式的 整整整就起来了 而且一开源 他要不开源 就等于时间长 就失传了 就像中国过去 几千年下来 有很多人工巧匠 但是很多东西都失传了 为什么不开源 没法开源 第一个 他没法总结出 里面的逻辑 全是靠各轮经验 师父 第二个 他没法开 一开源 人家就模仿抢走了 他自己生存能力 就没有了 所以中国的 过去的师父 全是抱了死死的 然后宁可死了 带到棺材里 也不给你穿 现在基本全开放了 开放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么未来人类 在这个地球上 就是大爆炸时期 大爆炸时期 这是我们要给大家 分享的 这一个重要性的 重要性的概念 这是科学技术 你一定要考虑 这些科学技术 对我们未来人类的 一个发展前景是怎样 你就知道了 这就你就位于 就像这个视频讲到 你提前要考虑了 那么这个对中国大陆 你想知道了 过去还想读书呢 现在读书全部不要了 没用了 要产业转型 根根彻彻底底的产业转型 连你基本的 普通劳动力 什么思想劳动力 什么搞科学家 去读书 什么数据化 都不要了 出来这种大工 麻债都不要了 数量工程都会被机器人取代 你这搞科研的人 都会被这个阿尔法 通通全部取代 全部取代 那你所以对中国的冲击 就非常非常的大 大家记住到这里 这里面他讲到了 未来是八亿人 就是全球是八亿人 那么搞从事科研工作的 八亿人 你想想不得了 五分之一 大规模就要去 那么下一步你要 开始要怎么样的划算 筹算自己 第一你要离开那个不毛之地 你不离开不毛之地 你怎么筹算都没有用 离开不毛之地 你才会有更大的安全的保障 那么反过来 对大家有什么好处 未来人类就是共产主义 相当于过去 理想的你吃穿不用筹了 所有吃穿都不用筹了 不用筹了就等于 人类出生下来 就不会有匮乏的感觉 剩下的就是 你怎么样是 过了更好一点 过了更好一点 那么怎样去做一些新的 发明创造 别区一格的 别区一格一出来 立马AI就可以上来 立马就 大量人可能就被供养的了 说白了就是这样的情况 供养的 然后你再到外星人去了 只能讲到这 下面第二个 中共的据传 一个小道消息 就这么一句话 我又讲 主语是习 卫语是研究所 人家说定语是精神病 那么他主卫兵 卫不是研究所 应该是工作 就等于通过研究 大概习猪头 罹患有精神病 就这么一句话 那么我们讲分析 有没有可能呢 精神病它有一些界定 必须是精神完全失常 那么在普通的 最华论来讲 价值观错位以后 错位以后 它会一团乱麻 那么人的情绪再加上去 一般来讲 首先你的老回路是断路 没有逻辑性 没有逻辑性 你具备了精神病的前提 精神病现象就是 跳跃性的 没有逻辑性的 跳跃性 过去有人 比方说 中国的男人们 经常说女人是精神病 因为你掌握不了 女人怎么想的 掌握不了 那么女人的感性 第六感官 它没有逻辑性在里面 那么就会出现这个现象 所以中国的男人 往往见到女性 头大 说这女性 没逻辑 掌握不了 就是都是精神病 蹦来蹦去的 情绪性 第二个是情绪性 那么一般在什么情况下 会丧失这个 第一个你基础概念没有 基础的积累没有 认知不足 第二个是在高压的情况下 前面是个短板 后面是个高压 高压的话 什么叫高压 紧急情况 恐惧 害怕 紧急情况 处理不了 不知道怎么处理 然后责任又巨大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人往往会 爆发出精神病症状的行为 你可以 这是一种心理学 这一种心理学 心理学它基本上就这么出来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底下人边上 从他外观来讲 说习近平罹患精神疾病 那么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 其实在过去 从政皇帝 我们讲往会讲 从政皇帝是不是有精神病 一定会有 那你反过来说 老毛有没有精神病 偏执狂 一定会有 偏执 就是说你精神病 是哪一个东西在里面 哪一个东西 像希特勒 是不是偏执狂 有 希特勒你要说 他精神病 也是精神病 因为他脱离了常态了 那你比方说 我们早年 早年我们给大家预言 未来会是展现质观 有些人就说我们精神病的 说你老是来恐吓我们 说你精神病的 那你自己想想 什么叫精神病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面 精神病能看院外的人 全是精神病 院外的人看精神病院 以为是精神病 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你自己大家去琢磨 什么样的状态 所以这句话 我们放在这里 这种精神病 不是别人给你命名的 是这样 其实反过来 在我们眼里 中国人 活成羁押住口 其实各个都有精神异常 各个都是精神不正常的 所以这个本身就存在这样情况 如果是精神正常 不会活成这样 不会活成这样 几千年 他妈的把自己当奴隶 甚至把阉割了 到宫廷里面去当太监 今天来不及 还有一篇文章 网友提供的 就是怎么去当太监的 河北那么为什么出太监 昌州地区为什么出太监 那么怎么出太监方法 你仅仅是先割哪个 后割哪个 到后来是怎样情况 才都有 你想想 世界上绝无仅有 出太监的大概就中国 国际上 世界上 历史上 几乎就没有这样 成批量的 而且很多人 踊跃的要去当太监 那你说这还叫 一个正常的人种吗 所以我们讲 反过来讲 我们就经常得罪 华人就这样的情况 说白了 在我们眼里 华人活成羁押住口 各个都精神病 各个都精神病 精神不正常 我们这样政治不正确 那么割不到韭菜 那么人家割韭菜 就公为你 你们是伟大的民族 伟大的人民 你们了不起 像老毛 公为这帮 流氓无产者 公为这些 然后你们非常好 所以出来了文革 那种精神病 老毛就割他们的韭菜 割完韭菜 自己当皇帝 当皇帝 那你想想看 是不是这么回事 是这么回事 所以什么叫精神 不要一听说 哎呀精神比 这小道消息 你自己就精神病 你好好反思一下 什么样叫正常 如果是正常 就像李嘉诚一样的 李嘉诚呢 就属于正常 他不急急忙忙进来 然后第一个撤离 那才叫进场 后面我们这两天 好像有一个群友 在网里面 一天发三十次 说这个李嘉诚 这么这个东西 我说你不可能 这么老发 发这玩意 你他们就精神病了 我就给他删掉了 只能留一个就可以了 那么过一会就发一个 过一会发 都发同样的东西 你推崇他 那你好好去琢磨他 就完了 发那个什么 讲到的李嘉诚 有现见 这么一远见 这么一大堆 说什么情况 对不对 你变成正常 是为你羡慕人家正常 就说明你自己不正常 在我们眼里 李嘉诚非常正常 其他人都不正常 包括现在 在临时抱货脚 急忙忙的 甚至现在还跪下来 匍匐在共产党 那个脚底下 那些都不正常 对吧 你像那些唱红打黑的 你反过来 我告诉你那些唱红的大妈们 她可能还稍微正常 为什么 她知道我唱这个动作 有吃的 就跟动物 动物的正常情绪 活成动物的正常 但是不是人的正常 是动物的正常 我不这么喊 我哪有吃的 就像三年风控的 穿白大褂的 要过来 我干嘛 我这样来了 我就有正常的钱才来 把你捐的 我不这样干的话 我自己要倒霉 这叫中国人活成这样的结果 下面还有一些 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是第一个 洗两会后 去湖南败鬼 参观毛泽东 睡过的床 参观毛泽东睡过的床 叫借尸还魂 借尸还魂 因为他的政治 政治力量不足 谁要借毛泽东 借尸还魂 借他的政治力量 借他的东西 自己想衣服在老毛身上 说完了就是 在过去叫借尸还魂 借用这个 因为大家中国人 基本上都是老毛的后代 各个都是小毛泽东 所以他要装扮成毛泽东 说白了就魔鬼附体 希望老毛附在他身上 然后这些崇拜老毛人 就跟随他 那么他就有力量 说完了这个过程 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没有其他的乱七八 也就是自己的政治资源不足了 自己的政治能力不足了 然后借尸还魂 拉大旗做虎逼 就跟早期的周恩来他们 周恩来他们 和毛泽东他们 自己闹革命的时候 过去的水浒不好使 因为大家都会干这一行 然后政治上也不正确 这是封建社会过来的 那么就拉上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 拉上马列主义的旗号 老毛就是这样的借尸还魂 借马列主义旗号 还他的封建的统治的灵魂 周恩来他们是真性 周恩来他们是真性 所以在上海 坑子坑子执行 共产国际的命令 后来发现不行 就在向老毛学习 老毛叫借尸还魂 借一个马列的尸体 马列主义的尸体 来过来装扮自己 穿上一套马列主义 内在是共产党的 中国的这种 流氓无产者的水浒和三国 这就叫马列主义 和中国实际革命相结合 就是这样的状态 那么老毛现在这样政治资本不足了 所以跑到湖南要这个东西 什么参观这些东西 其他都是扯淡 扯淡 说白了就这个 告诉大家 这运用文的要给他出局 也是这样的一个出局 下面这个呢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北京鸡水滩医院 那个骨科医院前院长 家里面收出来了 整箱整箱的钱 上次给大家放过一张照片 这是大家讲的 这是3月12号被抓 这是讲的鸡水滩医院 原院长田伟 因涉嫌受贿行贿 这样装 据悉共收出现金债券 存折共计三到四个亿 房子北京四合院一套 美国比弗林山庄一套 一套别墅 然后还有曼哈顿上东一套别墅 美国就有三套了 在瑞士还有一套别墅四套 北京有四合院的 现金2.3亿美元人民币 2到3亿人民币 美金1200万刀 还有2000万日元 这是网友转的 网友里面就讲到了 这个是 那么这些贪心不足 网友说贪心不足 另外他认识一个上海的外科医生 贪了1000多万 睡不着觉 然后半年后就逃到美国 就转移资产以后逃到美洲了 逃到美洲 就是加拿大和美国了 买了悉尼一套住宅 那就在加拿大 悉尼一套住宅 澳大利亚 悉尼是澳大利亚 跑到澳洲 说说了不是美洲 澳洲在悉尼买一套住宅 够吃够用 差不多就行了 他说这才是明白人 赚大钱的人是眼光 赚小钱的人是打拼 赚中钱的人是坚持 这是网友总结的 下面还有一些 这个疫苗的事情 讲到 谴责校园霸凌 没有任何风险 河北初中生被害 激发了很多家长大无畏的英雄旗干 誓言舍身互毒 谁要感动自己孩子 就跟谁拼命 老夫含笑无语 这才过去了多久 不打疫苗 不让上学的事情忘记了吗 三振疫苗还好吗 所以说白了就是 羁押猪狗们 看到哪些没有危险 就是出来牛逼哄哄的 那打疫苗的时候呢 害了你 害你这些后代的时候呢 你跟谁过不去了 屁也没有用 不要听这棒的 熊啾啾气 就这么傻叉在里面 所以我们对这方面的东西 就是我们讲点到为止 其他东西 你就要自己注意就行了 这位老先生 说得很好 再给大家念一遍 谴责校园霸凌 没有什么任何风险 所以大家义愤填衣出来 中国人就要钻简没风险的 惜命 唯物主义者 惜命跟动物一样的惜命 惜命那你就投降下来 到最后生不如死 河北初中生被害 激发了很多家庭 因为什么 好像是大无畏的英雄气感就出来了 那么舍言 誓言要舍身互毒 真动到你 你想打疫苗就害你的孩子 你怎么不舍身互毒子了 他们还把孩子送上去 不行还绑架了 配合医生往他身上扎针 这都是鸡鸦猪狗 我们讲到的 所以对中国人 现在这些人喊的口号 这个那个 要不他就做好了 去当炮灰的准备 正在落到他头上 就吓屁鸟了 屁骨尿流 有些东西害他是无形的 他这个明眼看到了 可能有一点非明眼看到了 下面还有 下面还有也讲到 他一针没打的有没有 这是讲到 三到五年内 保护好自己的免疫系统 强化自己免疫系统 好好活着就是赢家 比赚多少钱 或实现什么狗屁野心 或理想重要的多 下面有1640条评论 这里面有两个 一针没打的有没有 好多人得了甲状腺癌 另外一针没打的能有多少 可惜了 当时明白的人不多 这玩意要打进去就出不来了 免疫直接击溃 很多人后来 后知后觉也没办法 我们单位40个人 我老公癫痫不可以打 我同学同事应该 同事乳腺癌不能打 也就是说除了老弱病残润 其他人都打了 其他人都打了 我告诉大家 有一部分的没事 是因为什么 他有个试验品 看你打几号试验品东西 他混杂在里面 就看个人的运气 有的是蒸馏水 有的是低量的 有的是中量的 有的是高量 高量的死了最快 低量的量少一点的 可能延长了后面 那么这种出来的毛病 一般没字 没字在哪里 它把你基因改变了 它跟你们改变 所以它的癌症 跟普通传统 我们吃喝拉萨 平常生病 生气出来癌症是不一样的 我们就告诉大家不一样 这种东西等于你结构坏死了 结构 那种东西是结构变异 所谓的癌症 我们很早之前研究 癌症就是过去叫不治之症 你很难治疗 也搞不清楚什么机理 不像那种 什么有些病 是明显的很 种药是明显的 这些东西 有时候是你不知道机理的 所以通通过去 叫通通叫不治之症 通通归纳成癌症了 后来再分 分出这个癌 那个癌 分成不同的状态就出来 它其实一个特征 就是在里面结块结结 就肿瘤 结块结结 那么有的结结 是因为你预结起来的 我们讲按正常常理来讲 正常的讲 我们以前讲过 预结起来 那么你就化结了 如果像这种药物 或这种出来的 那就是板结的 板结的就相当于 你吃饭的时候 比方说 那个是什么 红薯和柿子 同时吃进去 起化学反应 起化学反应 变成长根主了 那你就麻烦了 那玩意你只能取出来 消化的很难消化得了 就等于相当于 你只要吞筋 吞了一个筋 筋重 在里面 也消化不了 吞筋 压迫在里面 肠胃里面 硬邦邦的 这种重量又大 那你就没车了 你整个把你的胃 肠胃什么 搅坏了 在里面 全部搅烂 或者你比方说 吃了披霜 披霜过量 过量 一般来讲 披霜都没有什么 不过量的 吃完以后 它把你血液给凝固了 你一定要化解不了 那你就彻底就完蛋 这叫无质 短时间的你根本就治不了 OK 下面这个 据说中国现在流行 无耐性火灾 无耐性火灾 不少民营企业 老板无法经营下去 当地政府不准停业 只好被迫发生 无耐性火灾 所以各地不停 持起彼伏 发生大火 3月18号 安徽省六安市 金安区 陈北镇 这个叫辉任 新材料有限公司 一个厂房发生火灾 接着产生剧烈爆炸 这个在几年前 那个三年封控的早期 那个春天的时候都发生过 包括浙江那些情况里面 就是各种各样的厂房 接二连三的爆炸 爆炸说白了就是 现在叫 家教无耐性火灾 就是人为放的 故意放的 这样的话 它的欠的债 所有东西一笔勾销 一笔勾销 不用背了 下面还有医警也出来了 医院的警察 医院里来了新兴职业 叫医警 这可是个大新闻 没什么大新闻 各个方面都会 现在各地大型医院 都陆续有医警上个了 有些医院 还直接给他们事业编子 有的甚至是公安部门派来的 那么保安不管用了 叫警察直接进驻到医院 那么医患的毛病 这所有都出来 冲突 矛盾冲突 无解 另外一个算是好消息 中国恢复发布青年失业力 但是不再涵盖在校学生 在校学生不处于事业的 就通通通通通通通进去 改数据 不是太不好听了 另外还有一个外交部说 将为古巴克服当前困难 提供帮助 我们前天讲 古巴正好是发生了 数百万人的上街游行 那么知不抵债的政府 而中共要拿出援手 中国发言人林健18号表示 中方坚定支持古巴党和政府改善民生 将继续为古巴克服当前困难提供帮助 给多少钱呢 当日历星期的话 记者问据一些西方媒体报道 17号古巴圣地亚哥发生游行示威 一些民众就食品能源短缺表达抗议 中方就此有何评论 问题是你给多少钱 说白了你就给钱吧 给钱啊 给钱花完了 第二波再来一次 有了这样的机会 我看你能给永远给下去吗 给多少钱才能管事 没那么简单啊 我们讲到这 下面一个是中共国的电动车 限车限价格战 未来两年预计淘汰70%品牌 这在后面我们会谈到 这个未来汽车 中国的电动车远程锁车 前面上个礼拜就有排不上号 这次我们就排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更加恐怖 这个不用说 这未来这个电动车行业是要淘汰掉的 另外日本华裔教授 回中国后 十年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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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意思哦 现在知道他 知道他 找到他了呗 在嘉年顿都大神户学院大学 起初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直到本月 早些时候要求中共国 大阪领事馆调查他的下落 这叫日本神户学院大学 星期二发布了声明 这是讲到的 神户一名中国籍教授 去年夏天返回中国 十年了 截止到星期二 校方还没有从领事馆收到任何下文 他说如果说是日本人 我们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当然他是中国人 胡适云在神户学院大学 主要从事汉语方言 社会语言学 那么包括日语 胡适云失踪政治 北京加强保护国家安全之际修订后的反间谍法 执行去年审查间谍活动范围 这不是首次有在日本大学任职的中国职职员事联 在北尔代教育大学任职的袁克勤 2019年5月到中国后失联 中国外交部后来被披露 袁克勤涉嫌间谍罪接受调查 然后东阳学院大学华裔教授朱建荣 2013年也在前往上海参加会议后 涉嫌非法收集情报被中国当局拘留 所以你要注意尤其学文科的 学文科的你跑到中国去 那么他共产党都会怀疑你 你要不成为他的间谍 要不他怀疑你是对方间谍 没有二话可说 要不把你救下来 你为我服务部 为我服务我就放你走 你不为我服务我就打你间谍 文科的记住这点 搞语言学 搞这个思想史 所有的都这样 那么理工科的为什么没有呢 理工科因为他没什么可偷的 中共没什么先进东西 他还都要到美国去偷 所以从美国回来理工科 按国宝都是记录变钱 你帮我去收集情报 为国家服务 每年定期要报告 看看这个领域怎样 当然他们是有的方式 你是在哪个领域的 他在告你 如果说有的呢 他就觉得你这个人 可以重点培养 那么他会调动他的 那个私下里的资源 在美国资源 然后把你抬举到 那个重要岗位 所有的都给你包装 抬举到重要岗位 太多了 太多了 下面一个 巴西对多项中国产品 发起反倾向调查 那么巴西原来是 这个军装五国之一 是不是都有亲共的嫌疑 是吧 反美 那一般来讲反美 那是国际上就这两个阵营 你想保持中立都很难 要反美 那么就清国 现在呢 也开始多项中国产品 进行发起反倾向调查 这个玩意 这就是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相互的 后面还有一个 俄罗斯有没有翻盘的可能 大家稍微我们再看一下 他说能 俄罗斯一般都是西边陪本 东边找补 俄罗斯作为西欧文明的山寨版 只学着一点皮毛而已 这次残制品一旦走出东欧 直接硬钢欧美 基本上都是挨打的份 以最近500年侵略历史来看 俄罗斯几乎都是西方不亮 东方亮 而欧洲啃不动了 就靠近欧洲 调转矛头以图亚洲 屡试不上 如今的局势 俄海军几乎全军覆没 芬兰加入了北约海上的 所有贸易都被堵死了 指望和整个西方拼销号 就只能被耗死 俄想翻盘只能先认怂 拿大地祭刀 转而投靠西方 先狗一狗再说 投靠肯定要纳投名状 想想倒霉的是谁吧 再就是我们讲 普京又连任了 共产党第一个去恭贺 那么最终我们讲了 很有可能拿中共当投名状 提嘴羊 我们以前分析过 网友也看到这一点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最后一条突发新闻 众议院共和党外资委员会 一致批准了 一个叫Republic Repandifa Anti-Ready办的法案 以这个Repandifa 应该是一个人民 一个议员提出来的一个法案 共和党委员会通过他提的一个法案 以阻止总统延长于中国的科学技术协议 除非布林肯国务卿有理由证明 中国已改善其恶劣的人权记录 我们讲到2月底 2月28号到期 一直延续到现在没签 共产党一直在活动活动 大概是过正这样 那么现在美国共和党外资 众议院共和党外资委员会 提了这样一个法案 一致批准就这样 它叫HR5245 就是你要续签可以 不反对你 因为双方都会讲理由 对吧 布林肯或者这个 共和党以后呢 从整个大局 包括华尔街的游说集团 觉得中国这个玩意 你不能丢掉就没责了 那么能讲可以 你让它改善人权状态 交易 换这样的状态 如果没改善 绝对不允许 为什么 因为人权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标志 就是你和我们 是不是一个价值观的 你把人权方面改善了 你价值观就向我们靠拢 向我们靠拢 我才同意批准你 你不是跟我一虎了 你是我的敌人 而且你把我当成敌论 我只要把培养一个敌论来自杀 那怎么可能呢 这就是我们讲到了 现实的一些状态 OK 总体而言 基本上是这样的结果 那么习近平是不是 罹患 精神疾病 那个并不是重要 撤出什么的 但是你出于那个状态 焦虑就会导致精神失常 导致他那个行为方式 诡异 甚至发脾气 暴怒 失控 都会出来 这是一个正常能在这种 高压的情况下 而且责任又重大 他如果要是没有那么大责任 也就算了 他自己又要承担那么大责任 也就是说你挑不起200斤 你现在非要硬钢200斤 那么腰散了 腰散了那么一天到晚 就疼 再一个加上他身体不好 比方说 是不是之前传到了一线癌 天天内部折磨疼痛 你如果家里有一个有病的老人 天天疼痛老人 我告诉你 你家里会说这个老人精神病 他难受啊 难受的话 他就不管了 没有理性了 因为疼了以后 那是直接感受 他就没有那种理性 没办法控制 没办法控制 那你其他你搞得鸡飞狗跳 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提醒大家 所以没必要你说是不是 是不是那你自己去琢磨 所以未来他里面有他的一个班子 班子在里面替他阻挡 但是这些班子就只能在他那个 小邪的范围下去折腾大的事件 你根本就折腾不出来 所以大家只能是当天和尚撞天中 那么拼命的好死不如奈活的耗 耗到最后我告诉你 暴力的行为就会爆发出来 这个是一样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OK这是我们讲到的第二个 第三个 今天这比较多 第三个也是抢钱新招 中共发行五十年期的国债 另外网络传承三 中共航母豆腐杂话 一会儿见 什么东西啊 什么东西啊